大家好 我是Alesha 加拿大政府註冊 移民顧問 今個禮拜Emmigration News 跟大家帶出最新的Startup Visa資料 Startup Visa溫固資深 是2013年開啟的 現在已經到了11年 條件申請要IELTS五分 有一個innovative globally viable business 主要找到一間加拿大的公司 去出letter support 過往直至最新消息 2024年8月最新消息 就是移民局IRCC 將這個dued diligence 這個business 是否authentic 是否真的做 就outsource給兩間業界的機構 這兩間機構叫做National Angel Capital Organization 就管理天使基金和枯化公司 另一間叫做Canadian Venture Capital Association 就是加拿大風險投資基金的一個協會 移民局IRCC和他們簽約 令到他們可以排給那些相關公司 出letter support 最新的消息就是 移民局不會再續約了 不會和這兩間機構續約 National Angel Capital Organization 和Canadian Capital Venture Associa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IRCC將審批 start up visa 創業移民計劃的責任 就是歸入了內部 不會再包含這些公司 因為過往很多亂來 很多不正規的一些公司 發出letter support 亂去發 令到履職了 有16000個應用 很慢 IRCC說不要 我不會和這些公司做約 全部審批是in-house 意味著什麼呢 我們要做得好 找IRCC指定的機構 公司要做得好 因為如果IRCC有問題 他會直接找這些公司 那我們的服務員又做些什麼呢 教業計劃的時候 要整齊做足所有的步驟 第二就是一定要有 它叫做 visible business progress 不可以只是成立公司 就什麼都不做了 要做事的 這樣 如果你是做足 跟足工作要做的事情 你就不用擔心這件事 如果真的做的話 這些新的措施就不會影響到你 如果你不是真的做的 或者是有人跟你說 不可以真的做 或者不用真的做 你認真要考慮一下 真是要老老實實地去 建立一個 venture 在加拿大 希望這個訊息幫到大家 如果你覺得有用的 請你可以和你的親戚朋友分享 如果有其他項目 你需要我們做 research 請你在我們的 comment 留言 如果是你覺得你的 case 需要我們有個特別的 private consultation 請你content 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